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奉杯 他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 太行山上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身为 他是新四军的杰出将领 纵横江淮大帝 让敌人闻风丧胆 风云激荡的岁月里 他们的命运与崇高的信仰紧紧相连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他们出生入死 战功卓著 用年轻而伟大的生命 挺立起民族的脊梁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奉杯之 铁血军魂 七山河 1942年 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 在率部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时牺牲 年仅37岁 他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两年以后 另外一位年轻的将领 同样献出了37岁宝贵生命 他就是抗日战争中 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彭雪峰 左权和彭雪峰 两个相隔千里的人 他们的命运 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被那份共同拥有的崇高的信仰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左权原名左济权 1905年生于湖南李陵县 他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 深受母亲坚强和勤劳的品质影响 形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 左权自幼聪慧过人 八岁读私塾 十岁便能写诗作对 十四岁转入北连高校学习 成绩名列前茅 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史 他身为勿望五七骨齿标语 在村里谴责其卖国罪行 升入李陵中学后 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 左权决心外出追求进步 1924年 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 同年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 这时他第一次参加实际战斗 周恩来曾说 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有此起 11月间 他所在的讲武学堂 并入黄浦军校第一期 在陈根的引荐下 他结识了时任黄浦军校 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参与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 创办进步刊物 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的几次战役中 有突出的表现 被称为黄浦新星 1925年夏天 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冬天 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在那里他与刘伯承相识 并共同探讨革命问题和军事理论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秋天 他们都转入福隆之军事学院深造 在留学周年的四年多时间里面 左肩博文强记 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 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 1907年 彭修道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 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辱名龙兴学名修道 后因地下工作需要改名为彭雪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彭雪峰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演讲 爱国道理 动员同胞抵制日货 1921年 彭雪峰投奔了在天津教书的 伯父彭延庆 并考入南开中学 但后因伯父家境困难而辍学 辍学以后呢 彭雪峰就到北京 去投靠他的叔叔 他的叔叔当时在 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次当秘书 叫做彭雨亭 那么就这样呢 彭雪峰就进入了 冯玉祥的西北军 在西北军的第十六混沉旅 观佐子弟学校读书 就像那部队的 随军的子弟学校 1924年呢 学校就迁到了北京南郊的团和 学校也改名字了 叫做郁德中学 这一年呢 彭雪峰的叔叔 彭雨亭呢 中断了对他的资助 那么郁德中学的校长 于欣欣 得知以后呢 就让他在学校的小学部 去教国文 就相当于给他一个 勤工俭学的机会 给他支付一定的酬劳 这样彭雪峰才得意 继续上学 五三惨案发生以后呢 彭雪峰就组织 身边的同学呢 同校方进行斗争 取得了胜利 建立了郁德中学学生自治会 他被选为会长 那么这件事以后不久呢 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到1926年 郁德中学解散 彭雪峰就转入了惠文中学 就在惠文中学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 惠文中学建立中国共产党支部 彭雪峰任支部书记 在此期间 他发起组织了 惠文学艺读书会 由于组织指挥 读书会会员张帖标语 散发传单 被陷阱机关珍惜 不得不离开学校避难 1927年 彭雪峰转入北京金氏中学读书 并参加了党领导的 北京南郊暴动 1927年4月 李大钊被捕就义 京津地区陷入了白色恐怖 彭雪峰被迫离开了金氏中学 1928年9月 彭雪峰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 但终于经济无援而辍学 随后 他受党派遣到天津开展工作 正是在这一期间 为了适应白局秘密工作的需要 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了彭雪峰 1930年2月初 彭雪峰被派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 同年5月 他被派往苏区 到厄东南的红武军纵队任纵队教导队指导员 红武军扩编为三军团 武军队扩编为红武军军 下辖三个纵队 彭雪峰就担任一纵队的政委 扩编后的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 南下湘东 在永和市与毛泽东诸德同志指挥的一军团会师 河边为一方面军 7月一方面军奉命西进 第二次攻长沙城 8月5日 红军在国民党的大局反攻之下 撤离了长沙 回市湘东 与此同时 彭雪峰被调任为红三军团 第六十的政治委员 与彭雪峰的经历十分相似的是 1930年6月 左权从苏联回国后 也先被派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 他在上海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条例 随后左权被派往苏渠 1934年10月 左权作为红衣军团参谋长 参加长征 抗战全面爆发后 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协助朱德彭德怀 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 此后 他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 创建党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由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长期驻重庆工作 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 实际上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 然而 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 与其军事地位形成强烈反差 一直带着脱派嫌疑分子的紧箍咒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 左权在留苏期间 成绩优异 为人正派 威信高 但因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 引起王明的不满 1928年的一天 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 一起在宿舍中吃了一顿中国饭 王明知道了 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 有脱派嫌疑 自此 左权就被戴上了脱派嫌疑帽子 受到严格审查 左权1930年 学成回国进入苏区 而王明集团1931年 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 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 带回国内清算 左权成为当时苏区 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于1932年 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 兼政委之职 并被给予留党查看的处分 此后 虽请左权多次申诉 王明始终没有撤销 给他的处分 所以 托派和留党查看 成为带在左权头上 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 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 他们始至不渝 心灭不灭 从炕日封宴 到建国大业 他们百折不挠 艰心求索 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他们小队屠刀 干洒热血 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 他们慷慨赴死 气壮山河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奉碑 他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 太行山上 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身为 他是新四军的杰出将领 纵横江淮大地 让敌人闻风丧胆 风云激荡的岁月里 他们的命运 与崇高的信仰紧紧相连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他们出生入死 战功卓著 用年轻而伟大的生命 挺立起民族的脊梁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风碑之 铁血军魂 气山河 在革命斗争中 彭雪峰 逐朴成长为一位 优秀的军事家和指挥员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召开 会议前夕 彭雪峰作为军委作战局长 为中阁军委领导人 进行了军事资料准备 1月16日 在遵义城南的刀把水 乌江沿岸 执行警戒任务的 红三军团 遭到敌人袭击 刀把水与遵义 只有40公里 周恩来指示彭德怀 率领彭雪峰 立即离席 返回三军团司令部 阻止敌人进攻 彭雪峰 协助彭德怀部署和指挥作战 取得了刀把水大姐 保卫了遵义会议的 胜利进行 1935年1月15号到17号 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 红军总司令部的助理 召开了证据扩大会 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 这次会议呢 是集中权力 纠正了当时 具有决定意义的 军上的错误 甄选毛泽东为政局常委 同时呢 取消了伯古里德的 最高军事指挥权 确立了毛泽东 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以后呢 彭雪峰就调到红武师 党市长 枕变以后呢 他又任红十三团的团长 率领部队参加了土城战斗 主攻楼山关 夺取遵义城 为赢得遵义战役的胜利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彭雪峰在楼山关一役中 组织特等射手 向敌军射击 并喊话劝详 最终大胜 楼山关战斗的胜利 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毛泽东于二月二十八日 同军委纵队过楼山关后 写下了著名的 疫情额楼山关 西风烈 长空艳教 双尘域 双尘域 马蹄声碎 喇叭声夜 凶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从头月 苍山如海 参阳如叙 在楼山关战斗胜利结束之后 中国军委向各军团发出 乘胜追击 夺取遵义的指示 当晚彭雪峰接到命令之后 要求红十三团 随红十一团跟进 追击前军 再战遵义 重战该城 二十七日晚 夜幕降临后 功臣开始 彭雪峰团长一声令下 冲锋号四起 亲战机枪同时开号 敌人一下子就被打门 纷纷逃命 跑慢的就脚枪脱枪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 天江拂小时 全间成立首敌 红军重战尊议臣 占领尊议臣后 红三军团遵照军委命令 立即占领了脑城西面 向难以延伸的山梁 构筑防御攻势 严阵以待 居间 吃冤 遵义的国民党军 二十八日 国民党军开始反攻 一度占领了 遵义城外的高地 居高临下地威胁着 遵义城的安全 这个时候 彭雪峰代表 红十三团再次侵战 以强大的炮火 向敌人猛烈射击 猛追猛打 与红十一团两面加工 经过五个小时激战 夺回了遵义城外 所有的阵地 遵义之战 彭雪峰等率领 红十三团 以辉煌的胜利 载入红军的史册 抗战爆发后 彭雪峰到 鲁玉宛苏等地 发动群众 组建抗日游击队 创建抗日根据地 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1938年9月 彭雪峰率两个新兵连 373人 向玉东地区挺进 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 张震 萧望东的部队配合 多次打对日军的围剿 升为大阵 在另一片抗战战场上 左权野率领部队 沉重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企业 1938年 日寇因后方交通线 屡遭八路军袭击 从正面战场抽回兵力 分九路向近东南地区进反 八路军总部决定 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一部 左权提议 先打最狡猾的山米地旅团 他决定 利用常乐滩的地形优势 将有限的兵力分作三部分 利用地形布成口袋状 待敌人全部进入口袋之后 左权一声令下 如长蛇般蠕动的日军队伍 顿时被斩成树断 那些凶悍的日军官兵拼死挣扎 最后被八路军用火力和肉搏消灭 常乐之战 歼敌两千多人 缴获大批自重 左权呢 他是知识面非常的广 经常呢 在上课的时候 教学的时候是引经据典 由前入生 所以呢 受到军校学院的广泛欢迎 他在野外教学的时候啊 他会一面拿着地图 一面呢 指着这个地形地毛的实地讲解 这样学院就理解得非常快 印象非常深 比如有一次讲设计原理 他跟学院说啊 子弹并不是像看上去 打出去一条直线的 它是弧形的 那有些学院就理解不了 觉得子弹打出去 不就笔直地打出去吗 是一条直道道吗 就左权就举例子 说你们看到小孩子撒尿吧 他那个弹道啊 到底是一条直线呢 还是弧形的呢 像这样用非常通俗的例子 来讲解啊 学院听得又开心 然后呢 一些疑难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起 后来他当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啊 他就要求干部战士啊 既能闻又能武 使得整个司令部的学习氛围呢 非常的浓厚 1939年12月 山西太行山里的八路军总部 收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人 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 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 把根据地化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小块 部队也不转移 便于逐次分区搜角 二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住 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 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电报建议 我八路军绝不能让敌修城 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俊 亲自策划的这一恶毒阴谋 自然引起八路军总部的警惕 极密的研究和精心的运筹 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产生了 1940年7月22日清晨 一封标注十万火机饲养的绝密电报 由八路军总部发往敌后的各师指挥官 同时发往延安中央军委 这是由朱德彭德怀 配合正太路破机战役的部队领导人 也都纷纷来电报告他们的破机战果 22日午饭后 彭诺怀左前在作战史厅作战科长 王振柱汇报战况 当问到八路军实际参战兵力的时候 王振柱回答道 正太县三十个团 平汉县卢沟桥到邯郸段十五个团 蓬埔县大同至宏洞段十二个团 金埔县天津至德州四个团 参战兵力共计一百零五个团 话音未落 左前参谋长就说 好 这是百团大战 作战科要仔细把数字插队一下 彭德怀说 不管一百零几个团 这次战役就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1940年10月底 八路军129师正在五乡东田 韩碧一带作战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同左权也到该师视察战况 这天中午 129师参谋长李达接到敌情报告 日寇第三十六师团的港旗大队八百余人 正由刘家嘴洪水方向进发 渠道左慧 关家脑向攀龙进攻 彭德怀队刘伯成 李达等人说 这个港旗大队坏透了 坚决迅速地消灭他们 11月1日 1290部分部队将港旗大队包围在关家脑 发起猛烈攻击 占据了有力地形的港旗大队 居高临下对八路军发起猛烈进攻 1290的部队连续冲锋七次 伤亡达五六百人 仍然不能接近日寇的前沿阵地 在寝食了彭德怀之后 左泉将指挥所设在 立前县一公里的山洼里 对385旅旅长陈兴连 团长李东朝等人说 即使是嗡中捉鳖 也不要太急 何况港旗不是鳖 而是一头风流 对风流不能同他低脚 只有咬住他的脚筋不放 陈兴连等人明白左肩的意思 如释重负的拍手就好 新的战阵打法确定以后 八路军再也不发动 一波波潮水般的冲锋 而是以排帘为单位 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 不急不躁地打击敌人 战术的改变 使八路军大大减少了伤亡 同时又将敌人咬得狠死 日抠的重火器和迫击炮 发挥不了作用 战斗进行了一昼一夜 日军的兵力越来越少 损耗越来越大 极大的动摇了士气 日军曾进行多次突围 军被八路军打了回去 包围圈越来越小 又臭又硬的港旗大队 就像吊在深坑中的疯牛 经不起割牛筋的战术 基本上被拳减 关家脑战斗 成为了百团大战的收尾之战 战后在总结这场恶战的教训时 刘伯承心情沉重地流下泪水 动情地说道 如果没有左拳 我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左拳是多次指挥战斗 并且取得胜利 这个也体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和他的那种军事理论功底是结合在一起的 他自己阅读了很多的政治理论书籍 军事理论书籍 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 军事理论建设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他和刘伯承合作翻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例 在1942年的时候 被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 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 而且左拳对战术问题 特别是游击战术研究的非常深 而且有创新 他被认为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这种人来说 左拳是一个有理论修养 同时有十件经验的军事家 这个评价非常高 同样身经百战的彭雪峰 也被誉为上马打鬼子 下马写文章的军事家 政治家 他的平原游击战术 让日口温风丧胆 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时期 彭雪峰都随身携带着两个书箱子 这就是他的流动图书馆 只要有空闲 他都会挤出来读书 正是由于早年的刻苦学习和努力积累 彭雪峰有了较好的文化储备 和较深入的理论素养 他曾说 我很爱写 尤其是青年时候在上海北京 那时候也闲 鲁迅的书我差不多都读了 他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 太行山上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身为 他是新四军的杰出将领 纵横江淮大帝 让敌人闻风丧胆 风云激荡的岁月里 他们的命运与崇高的信仰紧相连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他们出生入死战功卓著 用年轻而伟大的生命 挺立起民族的脊梁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峰碑之铁血军魂 气山河 抗日战争中 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 取得了辉煌胜利 这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 随后日军对战斗在太航山上的八路军 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在日军无数次 以杀光烧光抢光为目的的扫荡之后 太航山百姓的日子已极为艰难 对于未来的艰难 左权将军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1942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 发表了他的文章 华北全体军民必须继续四年多来 坚持华北英勇抗战的精神 继续地坚持华北抗战 战胜与克服一切艰难困苦 踏过这一艰难困苦的阶段 走上胜利的坦途 正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与日伟浴血奋战之时 蒋介石却以五十万大军 包围陕甘宁边区 并命令江北汤恩伯级江南 顾驻同等部 大举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 在新四军军长叶挺 副军长向英率部队九千余人 由云领出发向江北转移时 国民党完军以七个师进行围攻 我军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 1月17日 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番号 并将军长叶挺 隔职依法承办 彭雪峰对蒋介石制造的这千古奇缘 表示无比愤慨 他痛斥蒋介石所谓的军令正令统一 实质就是要消灭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 他号召纵队指战员为晚南 殉难历史复仇 1942年第四师部队的发展壮大和边区规模的日益扩展 大大增强了边区人民抗日救亡的信心 而处在江淮中心地带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令日伟日野坠坠不安 惶惶难以终日 在过去的十六个月中 彭雪峰机智勇敢地指挥第四师主力 对日伟发起作战三百四十次 缴获各种枪支三千多支 必伤扶日伟六千多名 使边区不断扩大 日战区日渐缩小 这个时候驻守在徐州的日军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平林正 和他的参谋长田远制定出了一个扫荡计划 就他们要兵分五路分进合机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的师团刚一动 情报就传到了第四师的司令部 彭雪峰张正他们就连夜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 来分析敌情 研究确定反扫荡的方针 因为预先有准备 这样在1942年到1943年 彭雪峰与邓子辉 张正 吴志浦他们 在红头湖地区坚持敌后抗战 可以说是纵横驰骋 浴血奋战 最后取得了著名的 三十三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就在彭雪峰与敌人在江淮地区 进行浴血奋战之际 左权陷入了华北日寇的重围之中 1942年5月25日佛晓 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 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爱铺一带 低级开始疯狂服冲 扫射投弹 彭德华与左权立即召开了一个检短会议 果断决定分路突围 各自为战 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 撤退时 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 被他一口回决 他说 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 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在突围的过程中 实际上左权至少有两个机会可以避免牺牲 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 前面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支出部队的连长唐万成 率部又返回来 要专程接应左权 唐万成就说 彭总已经突围出去了 北方局以及党校领导还有骨干的 已经大部分突围出去了 所以左权他的掩护断后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么作为高级指挥员 左权应该是随着唐连长迅速撤离战场 唐连长是一再恳求左权跟着他走 但是左权是一口回决 而且严令他援入返回 保护好中部首长 唐连长没办法 只好遵命 实际上左权正为几件事着急那个时候 第一呢 他在清电人员的时候发现 挑文件的通知还没有找到 那么他就命令自己的贴身卫士 郭书宝去找他 但是呢 没有消息 第二呢 是基奥科的部分通知 还没有冲出去 你文件丢了 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 有一个基奥员落入敌手 那么我们的密码就有可能被日军破译 这个事关中的 第三呢 敌人的包围圈里面呢 还有一些北方局机关 党校 新华社这些单位的通知 左权就认为 这个时候他离开就是失职 所以他坚持呢 不在这个时候突围 日军的炮火非常猛烈 左权指挥队伍继续突围 他登上一块高地 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 不要隐蔽 冲出山口就是胜利 大家见副总参谋长就在身边指挥 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 突围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当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 敌人火力更加凶猛了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领最后一匹同志 冲到距石泽林顶峰十几米处时 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 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 此时左权完全可以找个掩体躲避起来 然而他非但没有那么做 反而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没有掩护的高地 并且一直大声喊着指挥头围 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 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 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 接着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 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 他倒在了太行山十字岭上 他的只有三十七岁的生命热血染红了石子林 染红了太行山 因着天边的晚霞 1942年5月25日的太行一片赤火 一人撤退后 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上石子林 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 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 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 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 在石子林到处挖掘 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 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 蹬在了敌尾报纸上 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 大地举埃 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 他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 太行山上 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身为 他是新四军的杰出将领 纵横江淮大地 让敌人闻风丧胆 风云激荡的岁月里 他们的命运与崇高的信仰紧相连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他们出生入死 战功卓著 用年轻而伟大的生命 挺立起民族的脊梁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风碑之 铁血军魂 启山河 1942年6月21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 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 而且是革命党员 他在黄埔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 他之牺牲 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 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设县莲花山下 挑选一块风景秀丽之处 为左权修建了陵墓 彭总亲自提携墓之名 左总司令提示 明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魏吾华 太行好气传千古 留得清张吐血花 金基鲁豫边区政府决定 将左权县深的地方山西辽县 改为左权县 一世永久纪念 1944年4月 日军为了挽救 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军 就发动了著名的玉香桂战役 他们调集了15万人 向国民党军发起了猛攻 国民党军这边 汤伯 胡宗南集团有40万大军 结果不敌15万日军的进攻 在37天的时间里 连丢郑州 洛阳 许昌 等等等等 38座城市都丢掉了 可以说是大好河山沦陷 那个时候实际上 日军几乎已经是 像强弩直末一样 结果国民党还这么不争气 可是在华中淮北苏湾战场 彭雪峰 邓子辉指挥的 他们的这个率领的第四师 对日伪发动了春季攻势 十万群众获得解放 淮北边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这时日寇南进的消息传来 第四师指战员摩拳擦掌 西晋收复玉碗苏边区的时机到了 1944年8月 彭雪峰奉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之命 率四师主力部队 于四红县封夸大镇适时出征 从8月15日到9月11日 彭雪峰率领部队横扫陆西地区 夺取了萧县 永城和宿县等城镇 9月11日彭雪峰亲率三个团攻打巴厘庄 1944年9月11日早上六十曲 彭雪峰站在巴厘庄南门的围墙上 警委员刘世芳正要拉他从围墙上下来 就听到嗖的一声冷枪 彭雪峰生子一晃 突然倒下来 警委员因为他没有站稳 抢前一步 扶住彭雪峰 直见他脸色发白 身边的人连忙把他抬下围墙 大家很快就在他的左心房 找到了一个像小刺扎破的伤痕 原来是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心房 警委员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找来25团的军医进行紧急抢救 并注射强心剂直学直通 大家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还是出现了 彭雪峰的心脏停止了飘落 当远在沿岸的毛泽东得知彭雪峰牺牲的消息之后 无不痛心地说 小小的巴黎庄竟然损我议员大奖 为了不影响部队的士气 也为了保护身怀六甲的彭市长爱人林颖 时领导请示新四军党委后 决定暂缓公布彭市长阵盲的噩耗 并要求有关人员保守这个秘密 时任旅长的滕海青派人到王白楼一户大地主家 用五百块银元买了副上好的棺材 将彭雪峰入脸 悄悄地用船送回陆东 安放在城子湖边的柴滩上 然后运回四十师部驻地半城 暂时停放在半城附近 一只停泊在催河上的大木船里 日夜派人看护 直到1945年1月24日 彭雪峰师长牺牲的消息才公布于世 将星陨落 山河同苦 左权和彭雪峰两位将军的英年早逝 是国师英才 党师良将 他们的事迹 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勿忘国耻 继承先烈一帜 法奋图强 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他们是并肩战斗的甲父亲 他们是弄甲城城的革命伴侣 他们的事业无限忠诚 对爱情终正不渝 他们长期坚持战斗在上海的秘密战线 一起成就永不消逝的地步 他们在白色恐怖下的重庆 从事地下工作 公布一句不露的红颜练歌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趣风碑之 一片单心向阳开